这应该就是现实版的一男品吧 女生和认识八年的异线朋友湖边散步 却被男生突然告知要出国留学 我们两个在路上碰到了很美的夕阳 夕阳很美 好看 好看哦 我要出国了 我说我要出国了 没想到婉玉2012年打的枪 2023年打在了自己身上 你干嘛 我说好看吗 你说什么 就是我要出国了 你要出国 出国怎么办 澳大利亚 看袋鼠 考上了是吗 嗯 考上了 出去几年 两年 可以吗 两年见不到我了 开心吗 开心啊 这句不提难过 这句都有难过 好 娜娜 拍会儿风景 我视频还拍着呢 我本来要记录这个美景的 这不是美景啊 我考上了 这还不美 女孩不想阻碍男孩 能有更好的未来 而男生却想着女孩主动挽留他 我考上了 你得开心一下 我一滴泪都没有了 替你开心 都奔赴更好的未来了 害怕以后做不成朋友 没有犹豫地说出结婚的念头 如果你想的话 我也可以不出去 觉得大家都奔赴更好的未来 亲好 结婚其实也可以了 好美 好美的柳树啊 好美的 还有 人家手上结队的 她甚至手上有戒指 就等女生一句答应 却等来一句 我们是好朋友 好像搞得好像我们不成三 结队一样 我们只是好朋友 太好了 我不能给我的心 但真定 在当天晚上 借着玩游戏的机会 他们都问出了自己的心声 十五二十十 你以后会留在哪个城市发展 会去哪个城市 你在哪个城市 我 近两年我就在武汉 然后过几年我不知道 能回广东吧 等我回国一下 你都快吃你吃了 不知道不知道喝 她用尽毕生的经验 想要赢你一把 只为得到了一个答案 十五二十十 你喝多了 没准备好 没有 十五二十二十 你看 呃 你为什么 就是你为什么会突然要输过 好好学习啊 记得自己啊 每一次的试探 都需要巨大的勇气 就是 需要的机会 那个广东的城市 里面充满了 武汉的黑金 那多了吗你 我又不在广东 我人在武汉 不算啊 你只是一起 上学的一些 那不过 又不是什么 你问你进过那里面 那里面才会突然 你为什么会突然 那因为那里面充满了你的黑金 即使真正的表白 她还是一再的躲避话题 请我 谢谢 你问呢 那里面什么 诶 我是不是 不回来 我这不喝就疼了 有没有 那喝吧 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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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吧 你给我 抢一种 这还有你吧 或许你把手收回去的时候 就已经心里有了答案了 在多年后遇见了年少时喜欢的男生 在今天刚刚我遇见了我 就是从高中时代喜欢了N多年的男生 家乡那么小的一个城市 我都从来没有再遇见过 没想到今天就在北京这么大的一个地方 她突然的出现在了我的眼前 那个地点门打开那一串的 我就看到有一双眼睛 因为戴着口角 我看不到出来 但是就那双眼睛我就知道是她 她本是个凡人 是你的喜欢为她度上了今生 我们做过相对的好多次 她都能认出来 然后我不确定 但是我心里还是有一个疑问 看到她旁边站了 我们另一个同学 另一个样貌我也确认就是她 我就明白这个男生 就是我在高中时代 非常喜欢的那个男生 心动过的人 无论过多久都会心动 漂亮这么优秀 但是她那么的普通 穿了一个黑色的衣服 一个黑色的包 戴了一个眼镜 就那样敏意 敏意重 我都能认出 那是她 然后我看到她的那个手 戴了一个眼镜 我就感觉我的 青春好像就想见到连城 稍等一下 要叫国庆